我今天是母亲委托过来的 让我带来了断绝母女关系的协议书 好 那我们一个一个来了解 先问一下崔先生好了 你先说一下刚才你指的妻子现在越来越不像地球人 她都做出了哪些举动让您觉得怪怪的呢 你小元太六十多岁的人了 这么大的年龄六十多岁了就趴天管子 跳什么钢管舞 有年轻人不敢做的东西他也敢做 那他刚开始做这些事情的时候跟您商量过吗 他这些举动的话我第一看不懂我肯定没跟我商量 他跟我商量我当时肯定会反对的 你比如说他这个跳这个钢管舞 钢管舞跳的时候是去年的时候 2012年他是三月份他自己偷偷去学的 当时去的时候他没有学费的时候他问我要的钱 我把钱给他了 是吧那个时候我根本就不知道他是跳这种舞蹈 他跟我说的是他在老年大学上学啊 就是四月十六号的时候啊 我在看报纸的时候我一翻突然我眼前一亮 一个整满把我老婆全部那里都动上去了 而且有两张大照片 在我的印象中间我后来回忆印象中间刚刚不是什么好舞蹈 为什么不好呢 这个舞蹈嘛我后来慢慢了解了这个舞蹈本身就是夜店的舞蹈啊 那您觉得去夜店跳有什么不妥呢 我就是把这个事情讲出来以后啊 对我的生活整个把我的生活世界都打乱掉了 自从四月十六号这个报纸登出来以后 我可以说少说一点个 由进行搬家媒体进行采访 先跑到学校里 后来就跑到我们家里面 搞了我根本就没办法生活 那你有没有跟妻子谈过呢 我谈过呀 我说你不要跳这东西啊 跳这东西你看这个议论不好呀 这个街坊邻居啊 还有这个我们亲女对这还没有什么好的影响 都是个好舞蹈啊 那他怎么说呢 他就是坚持呀 他还要跳呀 我怪你这么事呀 我退休了没有事 我不跳我干什么东西 我就跟他退休以后了 他突然的我就不认识了 我感觉到他就是什么 不是我们这个地球同利人了就感觉到 是不是从哪个星球下来了呀 对吧 这是我自己的这么一种感觉 那除了跳舞之外 您刚才还提到妻子最近还希望去整容 这个也是他跟你表达出来的意思吗 这个我不知道 整容一开始我是不知道的 他是偷偷整容的 已经整过了 他已经整过了 而且我也控制他 我不给他钱花 家里存款 只要什么这个工资卡 全部我身上 他拿不到钱里 我都想不通了 你怎么能整到容呢 只要没有钱 谁给你整容啊 他哪些地方整过了 他做过这个 出过眼袋 出了皱纹 美妇这个东西也就算了 最近我也不知道 从哪个地方出来给药蛾子呀 从哪个医院忽悠他 干什么东西 反正我搞不清 这位老师 你们想一下 夫妻几十年了 他如果脸峰变掉了 我如果睡得床呢 我脸的一睁 一看一看 不是我老婆吧 你们害怕不害怕 你们讲 对不对 对不对